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在前面的五节课中,我介绍了强化学习的基础知识 我用了一节课讲解DQN和TD算法的基础 我讲的是最simple,最naive的实现 你要善照那种方式去训练DQN,效果应该会很差 这节课和接下来几节课,我要介绍DQN的一些高级技巧 可以大幅提升DQN的表现 这节课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技巧,Experience Replay 翻译成经验回放 在开始这节课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DQN和TD算法 我们之前学过Qstar函数,它叫做动作价值函数 它依赖于当前状态S和动作A 它基于当前状态S给所有动作A打分 分数反映出动作的好坏 A正能应该执行分数最高的动作 DQN的意思是用神经网络来近似Qstar函数 神经网络的参数记作W 训练好DQN之后,可以拿DQN来控制Agent DQN的输入是当前状态S 比如超级马力游戏屏幕的画面 把状态S输入DQN DQN中有卷积层和全连接层 把它们的参数记作W DQN的输出是所有动作的分数 如果一共有三种可能的动作 那么DQN的输出是三维的向量 向量的元素分别对应向左、向右、向上 这三个动作 通常用TD算法来训练DQN 我们来简单复习一下TD算法 Agent观测到当前状态S S T并且执行动作A T 环境会给出新的状态S T加1 并且返回奖励R T 把TD Target记作Y T Y T部分基于真实观测的奖励R T 部分基于DQN在T加1时刻做的预测 把DQN在T时刻做出的预测记作QT 把QT减去Y T 叫做TD Error 记为ΔT DQN的预测QT完全是凭空猜测的 没有基于实际的观测 而TD Target Y T 部分基于实际观测R T 部分基于DQN自己的预测 所以我们认为Y T比QT更靠谱 我们希望QT能接近Y T 也就是说让TD Error尽量小 这是我们刚才定义的TD Error ΔT等于预测QT 减去TD Target Y T T立算法的目标是让ΔT尽量小 所以要最小化ΔT的平方 把所有ΔT的平方的均值 记住函数LW W是DQN的参数 它影响QT 从而影响ΔT 我们想要找到W 使得LW尽量小 之前我们用在线T度下降来更新W 在时刻T观测到 ST AT RT ST加1这个四元组 用它们计算出TD ErrorΔT 把ΔT的平方除以2 关于W求T度 得到这个公式 把T度记作GT 然后做T度下降来更新W 这样可以让TD Error减小 ST AT RT ST加1 这个四元组相当于一条训练数据 刚才我们用这个四元组来计算TD Error 并且对参数W做了一轮更新 用完之后我们把这个四元组给丢掉 刚才我介绍的是TD算法最原始的实现 这样的效果并不好 这节课和后面几节课我要讲如何做改进 让TD算法的收敛变得更快 这节课我要讲Experience Replay 经验回放 我们来讨论Motivation 也就是为什么要做经验回放 先来分析一下刚才那种TD算法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是浪费经验 我们把这个四元组称为一个translation 经验指的是从开始到结束所有的translation 刚才的TD算法在用完一个translation之后 就把它给丢弃 不再使用 这会造成对经验的浪费 事实上经验是可以被重复利用的 这就是做经验回放的主要原因 刚才那种原始的TD算法还有一个缺点 这个缺点是translation之间的相关性 之前我们按照顺序使用每一条translation来更新W 第T条translation包含ST AT RT ST加1 前后两条translation之间有很强的关联 道理很显然 比如玩超级马力游戏 当前画面和下一帧画面非常相似 它们的区别很微小 也就是说ST和ST加1非常接近 实验证明这种相关性是有害的 如果能把序列给打散 消除相关性 则有利于把DQN训练得更好 经验回放可以有效克服刚才提到的两个缺点 既可以重复利用经验避免浪费 也可以把序列打散 消除相关性 之前说了ST AT RT ST加1 这样一个四元组是一条translation 相当于一条训练数据 把最新的translation存到一个对列里 这个对列叫做replay buffer replay buffer的容量是N 最多能存N条translation 如果replay buffer存满了 每存入一条新的translation 就要删掉一条最老的translation buffer的容量N是个超参数 有很多实验表明N的大小 对训练的结果有影响 N通常都设置得很大 大约在十万到百万之间 把N设置成多大要取决于具体应用 我们需要对N做调参 用TD算法训练DQN的时候 应该这样做经验回放 之前推导过 训练DQN的目标函数是LW 它等于TD error平方的均值 我们希望最小化LW 于是我们可以用随机梯度下降 来最小化LW 改进参数W 每次从replay buffer中 随机均匀抽取一个translation 记做SI AI RI SI加1 然后用这个translation来计算TD error 记做deltaI 对二分之deltaI的平方 关于W求导 得到随机梯度 把随机梯度记做GI 最后做随机梯度下降 用GI来更新W 这里我只用了一个translation来更新W 实践中通常使用minibatch SGD 每次随机抽取多个translation 算出多个随机梯度 拿梯度的平均来更新W 做经验回放有两个好处 第一打破了序列的相关性 第二能重复利用过去的经验 简单介绍一下经验回放的历史 经验回放是由玲珑基在1993年提出的 DQN的论文在2015年发表 这篇论文使用了经验回放 说明经验回放很有效 之后经验回放变得非常流行 训练DQN和其他很多模型都会用到经验回放 经验回放现在是深度强化学习的一种标准技巧 后来有各种对经验回放的改进 我下面要介绍其中一种改进 Prioritize Experience Replay 优先经验回放 它的区别在于用非均匀抽样代替均匀抽样 我先介绍优先经验回放的基本想法 Buffer里面有很多条translations 它们的重要性各不相同 我拿超级马力游戏来举例 左边是游戏里常见的场景 可能90%都是这样的场景 右边是对决Boss 很多关才能出现一个Boss 这种场景非常少 你觉得这两种translations 哪种对训练更重要呢 左边这样的经验太多了 要多少有多少 所以训练出的DQN很容易应对左边的场景 可以轻松过关 然而右边这种经验非常稀缺 几百条translations里面 可能才有一条是对决Boss的 由于这种经验很少 训练出的DQN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打Boss 恐怕无法通过Boss关 在这个例子里面 右边的经验更重要 因为它很稀少 要充分利用右边的经验 否则总是会被卡在Boss关 实际训练DQN的时候 算法怎么样知道哪条translations更重要呢 可以用TDR来判断translations的重要性 TDR的绝对值越大 translations就越重要 应该给较高的优先级 道理是这样的 训练出的DQN不熟悉右边的场景 所以预测会偏离TDR target 导致TDR比较大 DQN不熟悉右边的场景 所以要给右边更高的权重 让DQN能更好地应对右边的场景 优先经验回放的基本想法 就是用非均匀抽样代替均匀抽样 有两种不同的抽样方式 第一种是让抽样概率PT 正比于TDR deltaT的绝对值 再加上ε ε是个很小的数 避免概率PT等于0 第二种方式 是对deltaT的绝对值做排序 让大的靠前 小的靠后 rankT是deltaT的序号 让抽样概率PT 反比于rankT deltaT绝对值越大 它的序号就越小 那么抽样的概率PT就越大 两种方式的原理是一样的 TDR越大 translation被抽样的概率就越大 抽样的时候是非均匀的 不同的translations 有不同的抽样概率 这样会导致DQN的预测有偏差 应该相应调整学习率 抵消掉不同抽样概率造成的偏差 TD算法用随机梯度下降来更新W 这里的alpha是学习率 也叫做不长 如果做均匀抽样 所有的translation都应该有相同的学习率 如果做非均匀抽样的话 应该根据抽样概率来调整学习率 如果一条translation有较大的抽样概率 那么应该把它的学习率设置得比较小 计算N乘以PT 求负β次密 把它乘到学习率上 这里的β是介于0到1之间的数 均匀抽样是一种特殊情况 抽样概率P1到PN全都等于1分之1 这种情况下 N乘以PT等于1 不会影响学习率 所有的translations都有相同的学习率 如果是非均匀抽样 P1到PT各不相同 于是学习率会有所不同 对于较大的抽样概率PT 算出的me比较小 会让学习率变小 反之一然 如果PT小 那么学习率会变大 β是个超参数 需要调参 论文里建议一开始让β很小 然后逐渐让β增长 最终增长到1 为了做优先经验回放 要把每一条translation都标记上 TDR delta T delta T决定这一条translation的重要性 决定了它被抽样的概率 如果一条translation刚刚被收集到 还没被用来训练DQN 那么我们不知道它的TDR delta T 我们直接把它的delta T设置为最大值 也就是说如果一条translation还没有被用过 那么就给它最高的权重 在训练DQN的同时 要对delta T做更新 每次我们使用一条translation的时候 我们要重新计算它的delta T 这条translation就有了新的权重 总结一下优先经验回放 replay buffer里面存了N条translations 每条translation都是一个四元组 除此之外 我们还知道每条translation的TDR delta 优先经验回放 要根据translation的重要性做抽样 抽样概率PT正比于delta T的绝对值 TDR delta T越大 translation被抽到的概率就越大 原本使用均匀抽样的时候 学习率固定成alpha 现在我们使用了不同的抽样概率 这样会造成DQN的预测有偏差 为了消除偏差 应该相应调整学习率 把学习率alpha 按照抽样概率P来做调整 学习率变成了alpha 乘以NPT的负β次方 抽样概率PT越大 学习率就越小 概括一下 一条translation的TDR越大 说明它越重要 它的抽样概率应该大 应该频繁使用这条translation 但是它的学习率小 用来抵消大抽样概率造成的偏差 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课件和相关信息在视频下面的信息区 下节课我们研究DQN的高估问题 然后用targetnetwork和doubleDQN来缓解高估问题 请不吝点赞讯订阅